好我们来看到因应PCB客户纷纷在东南亚设厂 不少厂商也将在泰国设立服务据点 当中哪些PCB设备族群值得留意关注呢 来听专家如何分析 人工智慧浪潮一波波带动半导体产业持续成长 强攻半导体商机PCB设备族群有机会跟着发光发热 这个杨博9月份的一个月营收是月增12% 那跟去年同期比它是年增15.8% 至于说今年第二季的EPS它算获利王赚了接近2块 1.62元的一个获利入带 那以今天台湾股市大跌白点以上 杨博还能够逆势涨了5块涨了半支涨停板 收在115 整体来说也是结束了一个5天的一个下修 那目前股价开始做反转 那因为它第二季的一个季报非常好 毛利率36.63 银益率25.48 EPS的话是1.62 跟第一季比是三绿三升 那跟去年同期比也是一样三绿三升 去年一整年它是赚了一个6块6.03 那这一档个股它已经连续配息14年 而近十年来的一个股息殖利率都超过7%以上 两大业务包含自制设备 以PCB失制程设备为主 全球市占达4成 代理则是以半导体制程耗材为主 那它的一个两大的一个业务 一个自制设备 是做这个PCB失制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设备为主 全球市占率是到达4成 那在代理方面它是做这个半导体制程的一个耗材 那最新的一个玻璃基板制程的一个设备 这个垂直旋转时刻系统已经开始交机 那至于说高阶的一个先进封装制程的一个设备 也预估明年2025年能够顺利出货 经营PCB客户纷纷在东南亚设厂 将于泰国设立服务据点 专家乐观看待 明年营运会比今年好 有望这一创高峰 东森财经新闻作报导